接下來我們來到了利浦縣 為什麼要來到這呢 其實說到利浦縣 它肯定是許多老饕心目中的秘境之一 為的就是當地的一道家窯 說到這道家窯非常了不起 因為它是名列於廣西十大名菜之一 另外在過去歷代它都是黃石的貢品 像我身旁是一片芋田 那當然肯定就是跟芋頭有關 但是現在這芋頭還不能採 因為還沒長大得等到十月份 大概中秋節前後才能採 沒有採到芋頭沒關係 這道菜我們一樣吃得到 現在呢就帶觀眾朋友好好去品嘗品嘗 走 利浦縣位於廣西壯族自治區的東北部 年均溫為19.6度 屬於雅熱帶氣候 因為芋頭不耐旱 需要在較濕潤的土地上才得以種植 利浦則是種植芋頭的不二選擇 利浦芋頭又稱為葵芋 檳榔芋 因為肉質細膩 獨特風味被人稱之為玉中之王 前回來到利浦呢 我覺得我們非常幸運 因為呢很榮幸地就認識了這當地的朋友 他們也很熱情地為我們示範 我們想要吃的這道炸芋 利浦玉扣肉 另外一個名稱就是香玉扣肉 那顧名思義呢就是芋頭跟豬肉一起做成的 其實我剛剛在看您製作的過程當中 覺得要做這道菜 這工序是滿複雜的 我們農村就是要先做這個蔻芋 就先這個買的豬肉回來 是 把它拿來燒 拿來炸過 炸好以後的茄 放配料慢慢把它扣起來 是 這才能我們利浦的扣肉 是 可是我剛剛看你這芋頭是不是也先炸過 炸過 也炸過 而且味道比較香對不對 對 味道好 你不炸不掉 你像這樣扣子夾著夾著 拿不起來 OK 那就是炸過之後 把它排列組合 放好了之後 再拿去蒸 那我知道這道菜 好像有特殊的吃法 是要肉跟芋頭一塊吃嗎 對 對不對 對 我們先夾夾看 好 所以我也是夾一片芋頭 一片豬肉 而且我看這豬肉是肥瘦各半 是不是刻意挑針五花肉的 是 那我們來嚐看看 沒錯 你專門吃的芋頭也可以就是這樣 這味道真的很香 香不香 對 好吃 可以 好吃嗎 對 好好吃 因為剛剛在吃的過程當中咬下第一口 你會覺得呢 雖然這五花肉它有肥油 但是因為你們這邊的芋頭吃起來 是比較粉的那種口感 對 所以跟豬肉和在一塊完全不油膩 而且就是你吃這個豬肉 你會有這種芋頭香 吃芋頭 會有豬油的香 對 這口感真的非常特別 而且這樣一盤色香味 心俱全 好吃嗎 這麵夾一個也可以 好吃 這個好吃嗎 嗯 這個再說 可以 逢年過節 每一家都會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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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一家做十多碗 因為要出魚出餓 有親人有客人來 我們就是拿著客人 灑進去北產機 湯 招待客人 所以觀眾朋友呢 如果來到利埔的話 想吃的話 跟我們一樣 認識一戶人家 因為家家戶戶都會蒸 另外呢 在這個餐館裡面 也同樣吃得到 對 那重點是因為 這當地產的芋頭 真的是 口感很特別 特別的香 加上這個做法 還有它的醬料 或這一塊 真的是一絕 難怪被列為 這廣西十大名菜之一 沒錯 對 這都有這個情況 哇 大家早 這個早晨呢 感受上特別舒服 田園山水好風光 我現在所在的位置 是在渡安東廟村 說到渡安 這個地方很特別 它被稱為 地下河地質公園 為什麼稱為 地下河地質公園 簡單來說 因為這裡地下河的水資源 相當的豐富 可以分成五個特點 第一個特點是什麼呢 就是多 因為它地下河的天窗 特別多 大大小小天窗 一共大約有三百多個 第二個就是密 這天窗的密度性 是最高的 據說還是世界之冠 第三個部分就是棋 這棋 簡單來說 就是形容這裡的奇觀奇景 非常的豐富 像是呢 你可以看到是山景 你可以看到是洞景 你可以看到是水景 那美的部分呢 我們待會說 第五個部分呢 就是金 所謂的金呢 就是它的水資源 它的水 特別的清澈 特別的好 那剛剛回說呢 這個美的部分呢 其實我們現在呢 要來探訪這處秘境 很特別 它不是位在陸地上的 簡單來說 我們要潛到 地下岸河裡頭 去一探究竟 而這美的部分 就是在岸河裡頭 而近幾年 在都安這裡呢 潛水運動呢 也相當的風行 對我來說 這是一項挑戰 那待會呢 咱們呢 就要一探地下河道 秘境之內 加油 東安地下河地質公園 佔地面積210平方公里 涵蓋了保安、地蘇 和東廟三大區塊 還拔介於110公尺 至1075公尺之間 公園裡的遺跡 種類高達33種類型 非常豐富 其中更是有大量的天窗奇景 天窗的行程 主要是地下河水 經過地底徐輕徐溶解岩層 在地底下形成一個溶洞 當地表坍塌時 會形成一個凹槽 這溶洞 就是所謂的天窗 大哥 你捕魚啊 今天捕到魚了嗎 還沒有啊 那要加油啊 拜拜 進到這個東廟村呢 真的是太舒服了 讓人踏起來 都不想再出去 而且看看這水非常清澈 不僅有人來這邊捕魚啊 甚至還有人 來這邊游泳 大哥 您是來游泳的 剛剛看你這樣游了一圈 這地方挺舒服的 水冰不冰 冰了 冰了 不冷啊 冷啊 冷啊 所以就游一下 上來休息一下 曬曬太陽再游一下 對對對 這水挺清澈的對不對 對 你們是當地人嗎 住這嗎 那從哪邊來的 縣城來的 縣城來的 縣城來到這邊 大概要半個小時吧 有啊 有啊 那你們專程來這邊游泳嗎 對 就是游泳啊 就是游泳啊 游了心情好一點 舒暢一點 心情好一點 舒暢一點 所以你晚上也會來 晚上有時候也會來 哇 大姐你很酷啊 對 衣服都不換直接整 整水就這樣下去了 對 不用泳裝了 就這樣就OK了 是啊 兩塊 這河水一年四季都一樣 這麼滿嗎 是一樣的 都是一樣的 對 哦 好游的 所以那邊還可以健身 對對 那幻想當個猴子這樣子 爬上去啊 可以啊 是 哇真的滿好玩的 對對對 好啦不打擾你們啦 不打擾你們鴛鴦細水了 因為這裡是地下河流域 一年四季河水都呈現流動狀態 水質乾淨清透 是當地人 民生用水的重要來源 為了想要更了解 渡安地下河的秘密 製作團隊 特地請了一位達人 來帶領我探訪這神秘的水域 說到渡安呢 這裡的地下河資源呢 非常的豐富 它的總長大概是241公里 有一條主流 有12條支流 它也是目前全中國探勘道 最長的地下暗河 我們在陸地上 看到其實都是這些 山水田園風光 但是最精彩的部分 其實是在暗河裡面 教練幫我們說一說 在地下暗河裡 大概可以看到哪些景觀 在地下暗河裡面 我們會發覺的話 因為地下暗河是沒有光線的 所以說我們會發覺那些 比如說我們看到盲魚 盲蝦等等 為什麼叫盲呢 因為他們眼睛已經退化了 沒有眼睛 基本上是沒有看見的 對 還有很多遠古時代 因為地下河系沖刷過來的一些 化石類的東西 滿多奇怪怪東西的 所以其實看到的東西 也滿豐富的 對 那你們最早呢 大概是幾年的時候 就開始從事潛水這樣的運動 應該是在09年 08年底到09年吧 那時候我們就比較喜歡潛水 平常來找潛水點吧 是 首先我們發覺一個 叫水母洞的地方 水母洞的地方的話 就是 其實現在就是我們現在這個地方 就是這個地方 就是這個地方 對 OK 的地方 這是整個地下水區 在洞穴中 天窗中 最經典的一個地方 對 因為在水下生長著千千萬萬條 我們叫桃花水母的那種 長腔動物 長腔動物 其實它出現的年代 應該比恐龍還久 而且它對水質的話 那要求非常高 水質要很好 如果潔淨度不好的話 對 它會死的 是 據說當時在2010年的時候 是不是有一群這法國探勘者 來到這邊潛水 我們發現桃花水母洞 很多奇怪的生物以後 我們跟當地的旅遊局反饋 他們的話就向世界各地的那些 來請教 對 探棟組織或東西 他們就發出邀請 在2010年開始 我們那時候就很明確的知道說 原來這個東西 就是地下暗核 對 地下暗核 自從國外團隊發現這水底的秘境後 都安的潛水風氣 與探勘熱潮逐漸興起 現在每年 還是有很多國外潛水團隊 特地飛到廣西 就是為了要親眼見識 地下河的美麗風貌 既然來到都安 我也決定要挑戰這項 艱巨的探勘任務 深淺至水下一窺 這地底下的奇觀 這是我們水背檢水 所需要的裝備 叫水... 叫水背裝備 嗯 這包含沙的氣瓶 對 BCD就是浮力背心 對 像我們平時用的那個 救生圈的功能是一樣的 嗯 還有的話呢就是呼吸頭 呼吸頭 那底下呢我們就咬這個呼吸頭 好 咬過嗎 沒咬過 OK 它咬在哪裡啊 這樣子 咬著它 對 OK 嘴唇都包著它 嗯 剩下吸氣 跟剩下鼻氣 鼻氣 然後是排氣 那知道好 OK 還有一個功能 就現在的話呢 我們呢 這個BCD 其實相當的話就是一個氣囊 按的地方 就往那邊加氣 結果吐起來 對 人中會吐起來 在水面上我們下水 我們就把BCD打鼓起來 OK 那這是排氣法 嗯 是放氣的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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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程中啊 其實的話 我帶著你了 有問題 finally 那好 好 因為水箱我們沒辦法說話 好 只能的話用手蚁 好 好 在水箱我問你OK嗎 嗯 我們像我們思議 enda iks выш 就OK OK 那我們下水吧 下水 可以म fury OK 很香 上水 過程中的話呢 我們下左右一下可能去那邊 大概兩三里地方 可能會 都會棠了 會棠的話呢 你會告訴我的話呢 这个证明是有问题的 哪里有问题呢 有点疼 哪里不舒服 你只在这里 你告诉我的什么 央器 挖斜 安全装备 都再三确认后 准备下水咯 教练带着我游到水中央 让我先适应水中的福利 以及练习装备的操作 教练不断地叮咛 与确认一切准备就绪 潜入水里的感觉很特别 是一种轻松自在的奇妙感受 在深浅下探的途中 还可以看到渔群们 在我身旁游来游去 真的是很特别的体验 OK吗 OK 好好玩 什么过法 泡子掉了 解放了 对 解放了 其实真的是 蛮好玩的 先拖一下装备 先拖一下装备 第一次潜水 然后刚刚教练说 我潜了4.9米 几乎5米了 今天很可惜 沙大日水里面的能见度 并不是很好 教练也依照他的指示 然后去做 整个过程就是好玩 这两个字来形容 潜水挺好玩的 对 但是今天这能见度并不是很好 刚我就看了一些水草 看了一些鱼 还有看到一些生不见底的黑暗面 用能见度不好 看一下学生感觉到黑漆漆的 那我问你觉得我这个学生好不好带 太好带了 真的吗 发觉的话你太聪明了 第一次喊 其实我带学生我最担心的 就怕他的耳朵会疼 过程中我们知道我问你 OK吗 OK 你一坐OK OK 我一直下的 其实你可以下10公米没问题 但是 真的吗 你学了卡才能下去 学了卡 前你站下去 好 没关系 这是第一次 那我觉得呢 真的啦 很值得一来 而且我发觉这个地方 有很多东西 值得我们来探索 经由潜水 你可以在底下 看看水底下的世界 地球上 另外台湾70的世界 水 海洋世界 水的世界 好 那今天潜水呢 成功 潜水是属于专业性活动 而地下岸河潜水 比一般潜水的危险性 高出许多 而在从续潜水体验时 必须先透过培训后 再由教练陪同 才能安全地潜到水下 探访多采多姿的水底秘境 度弯地下河 用它的魅力 深深地把我吸引 下次我还要再挑战 换好衣服 我带着雀跃的心情 往下一个地方前进 我们现在呢 已经来到了环江县 明轮镇八面村 对 那来到这边 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来寻找牛角寨 说到牛角寨呢 这个地方它很特别 它是科斯的地形 另外呢 在这里头 有很多的瀑布可以看 而且这瀑布呢 都非常的精彩 那小萌 待会儿啊 就要由你来带领我们 去寻找这些 非常精彩的瀑布 走 我们出发 牛角寨瀑布群 因为在山峰上 有牛角形状的岩石 形似牛的角 同时还发现 大量牛角的化石 所以称为牛角寨 在这里可以欣赏到 河谷 瀑布 岩石 森林等多样的天然美景 非常的丰富多元 是摄影爱好者的 秘境天堂 我们进到这个牛角寨呢 我觉得啦 每一口呼吸都是一种享受 因为整个森林里面呢 充满了分波精 而且啊 这里头有很多让我惊艳之处 首先呢 第一个经过的瀑布 让我印象深刻 因为它叫通天瀑布 说到通天瀑布呢 我们看到远方 非常的高 那个高呢 将近百米啊 这水啊 倾斜了一下 非常的壮观 尤其啊 当这水冲下来的时候 这周遭啊 充满了水气 所以看看我的头发 有点乱 因为刚刚啊 全都离失了 那刚刚好今天啊 这天气也算是闷着 所以呢 稍稍淋了一下 反倒是觉得 挺清凉的 是一种享受 那刚另外 我们还有经过几个瀑布 帮我们介绍一下 还有双龙瀑布 两条小排龙 看到这通天瀑布 这么壮观 他们就来到这边 嬉戏玩耍 然后小孔雀看到了 非常兴奋 这小孔雀又过来了 小孔雀又过来 喝着通天瀑布 流下了个水 在这里 看着那个小白龙 又看着通天瀑布 这样的景观 非常的漂亮 这也是非常特别啦 尤其呢 你说这是孔雀瀑布嘛 是的 就很像这孔雀 开平一样 而且孔雀开平 在我们当地来说 是一个好兆头 孔雀迎兵 那证明来的都是贵客 是 说得好 但是呢 其实啊 从这远方这样看过去 再回头看看那通天瀑布 我觉得呢 蛮有趣的一点是什么 就是呢 今天是阴天 所以呢 天是白的 瀑布的水也是白色的 所以如果你这样子倒过来看 你会发现呢 很像是地下水啊 灌到这天上的天池 我觉得蛮有趣的 难怪叫这个通天瀑布 是的 对 哇 这里就是我们的标志性景点 叫七仙女瀑布群 从右往左属 一二三四五六七 有七条瀑布 就像七仙女的七条彩蛋一样 所以我们把它也叫七仙女瀑布群 传说呢 天上的七仙女 听说这牛角寨的瀑布 非常的美丽 然后瀑布里面的潭水 有美副养颜的功效 所以他们就下到我们这牛角寨来洗澡 洗着洗着就忘记时间 因为时间匆忙 他们飞到天上去的时候 就忘记把这彩蛋带回去 哇 所以呢 这里就留下了七条美丽的彩蛋 听一位说 仿佛可以感受到那种唯美的画面 那确实呢 这景色真的是 让人哲哲生奇 在这里有瀑布 有流水 你在爬山的过程当中 在视觉还有在听觉上 呈现出来的都是较为丰富的 而且呢 重点是啊 几乎每百步啊 就会有一处惊喜 非常棒 那趁着这个时间呢 我想我们就在这个七仙女瀑布下呢 多多感受一下 好 好 我拍几张照 好的 牛角寨里的瀑布 各个灵气生动 与山壁延续 融合出千姿百态的样貌 潭池里的水更是清澈透亮 水气飘渺宛如人间仙境 有喝过台湾茶吗 没喝过 没喝过是不是 待会一定要尝尝看 好 谢谢 而且呢 刚刚啊 这水呢 我们是取用山田水 是 因为小萌说呢 这里的水呢 水质非常的好 那我想那水质好 肯定适合拿来泡茶 泡茶 好 真的是用山泉水泡不一样 味道挺好的 对 其实我也喝 但是感觉 用我们这边的山泉水泡 出来的那个茶叶味道 特别不一样 是 那我觉得呢 在这边赏美景 挺好茶 然后享受这难得的 优贤时光 我觉得呢 人生啊 这最美妙的时刻 莫过如此 那我们就在这边 好好地看看景 好 喝喝茶 聊聊天 呵呵呵 刚刚呢 我们绕了这牛角寨啊 这整整的一圈 那当然啦 还在上头呢 泡湖茶喝 但是呢 喝茶只能解渴 不能解击 当然来到牛角寨 要尝尝当地的特色料理 而这特色料理 大有来头 叫做五香 但是五香是什么呢 来 帮我们介绍一下 五香分别是 香猪 香牛 香鸭 香末 香菇 五种不一样的食材嘛 对 这边的香猪 个头很小 然后你看一下 这个皮很薄 皮薄啊 这个是要沾着 那个盐水吃 味道更纯正 刚刚你有说到 它皮真的是 特别特别的薄 薄到你咬下去 你觉得它很像是一张纸 那也确实 它的肥油吃起来 真的是不腻 第一次吃到这种肥油 是扎实的 你知道吗 是 那你刚刚说了 就是它的猪体是比较小 是在幼猪的时候 就要吃了是不是 对 一般长到十七八斤的时候 吃是最好的 第二道是我们的香牛 香牛 我们这边的香牛呢 它主要就是放养在山上的 喝山泉水 吃山里面的野草 水藤长大的 肉质也非常的鲜美 特别是牛肉 肥瘦层层相间 吃起来口感清甜 然后也非常的鲜嫩 牛肉吃起来 这味道确实是 非常的甜 但是我发觉 它咬起来口感 有嚼劲 十足 对 非常的嚼劲 而且呢 你不是吃下去 随随便便咬几口 就可以吞下去 你要多咬几口 而且呢 在多咬几口的过程当中 你更能去尝出 这牛本身的味道 是的 对 这里的香牛 以传统养殖为主 喂食野生 砂树叶 及青麻叶等保健植物 所以肉质更加鲜美可口 首先将牛肉过油 锁住甜味 再放入香料爆香提味 最后拌入牛肉 大火快炒 料理过程 可说是十分讲究 而下道美食 听说也是大有来头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看这香鸭 香鸭有什么特别的 我们这边的香鸭 味道也非常的独特 你看 它那个皮 也是非常的薄 不沾着盐水吃的话 是纯正的肉质的清甜 如果你沾着盐水吃 味道又是另外一个风味 这个盐水呢 是用酸痰水 鱼心炒 辣椒 等调配而成 你试着沾一下这个血压 其实我觉得这个鸭肉吃起来 跟之前吃到鸭肉 这个不太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多半过去吃这个鸭腿 然后你可能咬下去 在皮下面有一层脂肪 脂肪之后呢 才是肉 但是刚刚咬下去 你发觉 咬不到它的脂肪 对 这个鸭肉是完全没有脂肪在下面 滑滑的一层皮 感觉一整只鸭 这身上呢都是充满了肌肉 所以它的氧法就是那种放氧式的 也是放氧 所以活动力强嘛 所以脂肪量稍微少一些些 那确实呢 刚刚呢就是没有沾酱的时候吃 你会发觉这个肉它的甜味 然后沾了酱之后我跟你说 这味道很有层次感 香米就是香糯嘛对不对 对 它有红的香米 有白的香米 这个红色的话 味道就多清甜一些 清甜一些些 白色的话味道就多淡一些 而且这个香糯的话 我们这边还有一种说法 一家煮饭十家香 全村煮饭变动香 我知道我们来看资料 它有说 说这香米呢 在烹煮的过程当中 大概20公尺方圆之内 对 全部都闻得到 是 然后这确实这饭咬起来是 越早越香 还不错 那接下来另外一箱呢 就是 最后一道是我们的香菇 你这边的香菇也是很小 而且是圆形形状 非常的漂亮 你看它的根部呢 非常的细 如果是人工种植的话 它这个根就比较粗 这个也是一道美容养颜的菜 因为香菇呢 它是野生的 又是抗癌的 对 就是那菇的上面那个部分 它好像咬起来是比较厚的 比较厚实一点的 肉质比较多一点的 对 哇 什么呀 浓浓的香菇味 那我觉得呢 这五香当中的香菇啊 最特别的就是 它味道特别浓郁 喝下去啊 就是香菇的香 还有它的甜 这也是我们 桓江萌兰族的一个特色美食 也只有来到我们当地 才能品尝到真正的五香美食 是 这五香就需要在桓江这里吃 才是最地道的 对 也是我们桓江独有的 好 那我们别浪费啊 我们要赶紧把它给吃光 赶紧吃吧 好 是什么呢 就是茅南族 这趟来到桓江我们非常幸运 因为我们刚好赶上 茅南族他们一年一度的传统盛世 是什么呢 就是分龙节 说到分龙节 这个龙代表什么呢 就代表是雨神 茅南人他们在这一天 会祈求来年风调雨顺 五谷丰收 并且啊 祈求啊 就是来年一整年 都可以平安幸福 而在这一天呢 我们可以特别去感受到 他的传统习俗 或许观众朋友 现在透过画面 听到这声音好像有点杂 你会听到有些鼓声 然后有一些音乐声 有一些人声 为什么呢 这仿佛啊 这城市啊就像是一锅水 整锅水沸腾了起来 这沸腾呢 并不是因为天气热 而是它非常的热闹 让我们一起来共襄盛举 而且呢 我刚刚从后头呢 看看江上还有人在花龙洲 好啦 我等不及啊 带着大家好好的来探索 这处文化秘境 走 茅南族人口 只有十万人左右 而在环江就有六万人 有茅南之乡的美誉 茅南的名称由来 是因为三南 从宋代开始称为茅南 又有谐音字茅南之意 当地人则被称为茅滩 直到八十年代才改为茅南族 在这里有许多传统文化 都被保留并传承下来 好了 现在要进行的就是这竹篓秀球 那当然之前呢 完全没有接触过 敢压子上架 开始 哦 哇 咯 我跟台湾同胶 加油 哦 哦 哦 人手 有点 誰辅 哦 加油 一分啊 稍微一定忍忍 跳不起来啊 哇 蛮好玩的 差一点 插接能过 两个手都是插框 然后跑起来 我们发现了来自台湾的善歌 接触了我们的麻辣族的强动体育活动 一上手马上退 好 我们同样的我们的台湾成功 台湾有何说 等一下 让我先穿好戏 这比赛就是挺累人的 不过这成绩我还挺满意的 本来想说可能拿一球都接不到 没想到还接了不小的球 好了 接下来看其他的表演 我们就好好的欣赏 走 麻辣族文化内容丰富 包含民歌 著名史诗 多彩的挪文化 而传统体育活动 是伴随着民众的生活演化 有着不同的意义 种类分很多种 有铜顶 铜田 打陀螺等等 都具有不一样的意义 刚刚的背楼绣球 训练的则是专注力和行动力 咱们现在来比赛 第二个项目 什么呢 就是马格比赛 踩高蹺了 重点是我们导演说赢了就有红包 所以他强迫我说 你一定要比赛赢得红包 最好是那么厉害 这样的文都已经很难了 现在赶紧来个赛前特训 第一次尝试马格的我 完全无法在上面站超过5秒钟 连摄影师都忍不住要来教导我 对对对 小碎步就可以走久一点 好那其实我们现在来跟我比赛呢 是今天这个整个场地的主持人 那当然看他真的是伸手矫健 我有点害怕 因为我连踩上去都有困难 开始 我发现你那个脚步比较大 好 这真的是太难了 马格分为男生女生使用 矮的是给女生使用 高的则是男生才的 马格球这项运动起源于毛南族的南瓜节 每年9月举行南瓜祭典 选出又大又黄的南瓜王 并在地上滚动 让其他人也沾极力 融合骑马格的活动 就成了早期的马格球运动 我们现在进行另外一项比赛 叫抢飞鸟 那我们尽可能的不影响人家比赛 好 那我就参与其中 那不过呢 这一回啊 听说是要背女孩子对不对 对 这是你们的partner吗 好 那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的partner是这一位 请多多指教 怎么办呢 要不要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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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了 要暖身 各位我要背的是这一位啊 哈哈哈哈 我们攻那边 好 其实我心里非常紧张 那怎么背怎么背 大球 比赛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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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 走 阿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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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不了 來 走 往前 打球 走 好 傳給我們的主持人 接好 接 你投了 來 換手 好的 彈一下阿彤 你接 拿起來 拿起來 走 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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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想到Lara這麼厲害 這背她我們真的是舉步為艱 沒想到背起我竟然身輕無厭 其實不瞞你說我大概60公斤左右 你背起來好像也差不多55公斤嗎 對 好啦 很輕 好了好了 我們還是不要打擾人家比賽 給專業的來 銅杯又稱為搶飛鳥 因為鳥是毛男族的重要標具 他們通常會製作鳥圖 成為生命的象徵 搶飛鳥這個活動很簡單 左右各一個籃子分成兩對 背起人後拿著小鳥玩偶互相搶奪 投入籃中極為獲勝 看著他們輕盈快速地穿梭在人群之中 我由衷地佩服 剛剛有參與了幾項就是競賽的項目 那其實我們知道這是傳統的一部分的文化 那你現在把演技變成這樣的一個運動來進行 在體育競技項目有四銅 四銅呢一個是銅頂 銅拼銅田還有一個銅杯 這四銅呢就是因為我們毛男族原來這個是很山高地貌 有野獸出沒就是為了防身 就是在田徑地頭順練自己下盤的功夫 銅頂啊銅田都是練力量 通過這個演變過來 然後把它上升到一個體育競技的一個高度 展示我們毛男族體育競技的特色 對而且可以與名同樂 對對對就是一個同樂 是那剛剛呢其實啊 就是我也參與了幾項運動嘛 其中呢有一項是背著的竹樓 那個是背樓繡球 背樓繡球對 對原本一開始想說呢可能接一球就不錯了 但是我好像也有接到幾球了 很棒很棒 真的嗎 第一次能玩到這個程度也是真棒 所以他的訣竅就是要緊盯著球 對 額頭對著球 準備到的時候 一盯 而且我剛剛呢有一球啊 就是額頭來不緊盯 直接打在頭上 不過呢很安全 也完全不痛 那另外就是我還參與那個馬格 對馬格 也是我們一個非常有特色的一個 平衡力要很好 對還有一個夾住的一個 夾緊 對這個力量 其實這在這個過去啊 應該算是一個訓練的項目 對對對 這是一個訓練的項目 其實呢說真的 踩在上面會有點害怕 一個恐慌 對有一點那麼一點恐慌 就覺得老師啊 沒有下踏實地的感覺 對 那再來我覺得有一個還蠻好玩的 不過呢 蠻驚險的就是呢 那是背著人的叫什麼 銅背 銅背是不是 對 你有看到我剛剛背的那個對象吧 那個對象就是說 對 難為你 這是很難為你 你能做到那個程度 我內心是酸楚的 但是 我換過來好多了 畫面很美 開玩笑的啦 其實啊 那是我們的企劃Lara 然後她也很開心 跟我們去參與這樣活動 我覺得大家開心就好 對對就是開心 體育就讓人鍛鍊 讓人開心 對過程當中 當然就是有點辛苦 但才能達到這個鍛鍊的效果嘛 對 今天你的表現是真棒 真的嗎 那我就代表我們這次活動 是 送上一份祝福 我們分龍節就是一個祈福 好 送上 謝謝 非常感謝你 謝謝 楊大哥 謝謝你的到來 觀眾朋友不要以為 分龍節活動到此結束 神秘毛南最精彩的部分 即將在夜幕低垂後盛大展開 我現在位在一個體育場 而這體育場布置一個 非常華麗的舞台 分龍節的重頭戲 就要展開了 在這裡即將要上演的就是 羅面文化的一些表演 來到這裡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每個人都必須戴上面具 那節目即將開始了 我們待會兒就要好好的來欣賞 你們都是毛南人嗎 不是 那你們每一年都來這邊 參加分龍節這樣一個晚會 是啊 新不精彩 我相信今年肯定會更精彩 好啦節目快開始了 那咱們就一起期待欣賞 戴上面最後 毛南族的挪文化是由還願儀式 所衍生出來的 稱之為肥套 其中肥由舉辦舉行之役 套是指還願的儀式 距今有三百多年歷史 肥套裡的挪有挪舞 挪歌 挪戲 挪樂等 其中跳舞的分量最重 又以搖網舞 穿真舞為代表 其中挪面具又稱為木面具 共有三十六種 是按照毛南族神明性格 雕刻而成的 分龍節日 蘑菇下 麻南三鄉喜劇雅 我用三哥當雜帥 歡迎貴哥到環江 這次的環江之旅 讓我認識了神秘毛南族的文化 從歷史 體育競賽 和肥套的挪面文化等 都帶給我感動和震撼 今晚的舞會 就更能夠看出毛南族 對文化傳承的重視 也讓我深刻體會到 毛南族身後的文化運壇 有機會也一定要來這裡 感受他們的文化慶典 景致太美了 而且這個光線剛剛好 太漂亮了 我們要繼續光線 廣西的行程 觀眾朋友相信 可以看到我身旁多一位新夥伴 來 轉個身 讓大家看一看 真的要轉嗎 好啦 就轉吧 別賣關子 這位呢 就是在廣西可以橫著走的小螃蟹 好 沒有 它名字真的叫小螃蟹 OK 那觀眾朋友 或許看到我們臉上 怎麼會貼了一些膠帶 很納悶 為什麼這樣 千萬不要從沙發上掉下來 我們為什麼會這麼貼呢 說的是我們剛坐了多久的車子 對 沒錯 四個小時 我們知道坐在車上沒什麼事做嗎 就玩著玩著 竟然玩起了膠帶 然後往每個臉上貼 不僅我跟小螃蟹兩個臉上 有這樣的東西 攝影師 導演 還有企劃 製作人 每個臉上 都大有文章 說到這 還是要跟觀眾朋友介紹一下 這裡究竟是哪裡 下面有一條河 什麼河 對 沒錯 洪水河 對 說到洪水河呢 它途經這廣西三分之二的土地 很多人就稱它是 廣西的母親河 母親河 洪水河 位於河渠市 東南縣 板文村 洪水河流經過 33道灣 33個灘 而我們所在的位置 就是洪水河的第一灣 第一灣的形狀 呈現U字形 形似長龍懷珠 令人相當驚艷 而現在咱們就從廣西的母親河 開啟今天的秘境之旅 好累 好 我們休息一會 哇 有回應耶 對 看這邊有好看 而且呢 我覺得這個景很特別 就是坑中有洞 洞中有坑 遠古的時候 海平面還沒有把這個 這裡的地質還沒有抬升 對 那當時的水 地下水的水位比較高 對 那你看這裡有個 這裡有一個洞 對 那邊有個洞 那最早的時候 地下河就在我們頭頂這個位置流過 那後來喜馬來山運動以後 這邊的地竅跟著也被抬升了以後 好 這邊的地下水位就降低了 對 降低了水就要往下流 結果就造成了 現在我們看到最底下的這個 這裡算是天坑 然後坑中又有河 對 哇 所以這叫天坑中的天坑 哇 這真的是秘境中的秘境 秘境 三門海原名波心水源洞 波心在狀雨中溢舉大山的中心 三門海是由七個溶洞天窗所組成 其中有三個天窗可以搭船進入 從山庭俯瞰 完全被這群山環繞的奇景所震撼住 沉船入洞更可以了解三門海的奧秘之處 好了 我們現在要進到那個洞裡面嘛對不對 對 準備進洞了 哇 一來到這裡呢 你會感覺到很像在吹冷氣 冷風徐徐這樣吹過來 滿舒服的 它裡面恆溫大概是幾度 恆溫大概是22歲 22 那滿舒適的一個溫度 對 冬天也是 冬天也是這種溫度的 冬天是第一道門 我們要進門了 我們 方便出名把稱為那個洪區門 對到嘴邊 雅臂這裡 就嵌入了快大禮是石碑的 準備進洞嗎 我要拿到實物 穿一下船頭 好好好 在那邊看到 手機放在這地方有石碑 有 石碑旁邊有石碑入口嗎 所以這是第一個門 這個是第一道門 三門村中古石 它就是一朵蛤蝶在放涼花一樣 所以我們在洞裡面 鑽燈光 也是要保持人生態的 是 我們今天已經出來最大門 來到第一個天窗了 第一個天窗也是 目前我們由來三天窗之中 但是那個面積最大的一個 就是這上面的一個 哇 堪稱天下第一窗 其實整個三門海 它是由著串珠式的天窗 連在塊形成的 那就是有一個奇景 什麼樣的奇景呢 簡單來說就是啊 山中有海 海上有門 剛剛我們過了第一道門 接著前面是第二道門 而我們呢 這上頭呢有個大洞 這就是啊 天窗 那所以呢 小螃蟹 你說呢這個東西 它也是一個天坑地形嘛 對 其實這天坑裡面 有這個水 對 這個景觀呢是比較少見的 非常的特別 對 而且剛剛在洞裡面看一看這些中午石 太美了 這是第二道門 好 就是東高的形狀 它是一個米勒佛大都佛 就是握在那邊 好 所以這是佛門 對 但是呢這個門呢 就顯得是比較開闊一點 對 是 是 這道門它是三道門之中 最熟悉最莊光的一個石頭 嗯 是 像這中午石的形態亂牽 那裡有一塊爸爸中午石 嗯 它另外一頭綠光 對啊 綠色的 為什麼 據說它是一塊那個協式美麗的 哦 啊 所以它本身那邊有可能就是裡面還 協式美麗的成分 嗯 它也就是我們弄的正宗之寶 哇 很特別 正宗之寶肯定會有東西在保護它的 對 這裡有很多蝙蝠 哦 蝙蝠 這是它的熟神 對啊 不要在張嘴喔 對啊 因為它會大便喔 它會大便 可以接上福分喔 其實大家都是有福氣的 給我點福分 啊 三門海主要是經由流水侵蝕融解 塑造出千姿百態容顏樣貌 進入第三道門 還可以看到許多奇特形狀的石筍 石蔓 真的是令人大開眼界 三門海天窗群及山水洞天為一體 壯麗的景觀 有世界之窗的美誉 有機會一定要來到這裡 欣賞鬼斧神功的自然奇觀 離開三門海後 小螃蟹推薦有處秘境 今天剛好是他們的特殊感激日 可以見識到既傳統又特殊的景象 這裡是南丹縣禮湖搖族鄉 走在這裡可以看到有許多穿著特色服飾的民族 女性華麗的泥塘與男性齊西的白褲 就是俗稱的白褲瑤族 你看這好多布 對啊 這有很多黑布 身上的衣服就是拿這個布來做 而且這布都是手工織的 手工啊 對 這一匙多少錢 一匙怎麼賣 兩百塊 兩百塊一件啊 這樣子一款兩百塊 沒有 一款兩百 對啊 手工的話就算便宜 對 謝謝 其實我覺得很好玩 就是看那些傳統服飾 那身上有什麼 這裡都賣什麼 像是有看到很多那種 織那個橘色的那個 刺的那種 對 就拿來刺繡了 對 然後這邊都是賣一些針線啊 那些東西 老闆好 還有支付機的那個縮 對縮 背縮 老闆這什麼 這個蠟 這做什麼用的 拿來做蠟染 蠟染用的 對 哦 再滑一點 是 好好好 對啊 做成一塊 這個是拿來潤滑 可能是拿來潤滑的 好好好 等一下 這有知道 你知道這什麼嗎 這什麼啊 米線 米線 對 不是來吃的 米線 很像 對啊 米線是這樣的嗎 對 他們都是這樣捆的 你們米線不是這樣捆的 沒有啊 不是啦 他們米線這樣捆的 當然看笑的啦 哈哈 我就發覺他們有一些 就是衣服旁邊會用一些 對 鈴鐺 鈴鐺 這不特別 就只是經過的時候聲音好聽嗎 對啊 這個市集 每逢369的日期才會舉辦 是專屬於白褲瑤族的感激日 我們也很幸運可以參與到這個活動 在這市集裡 生活用品種類眾多 製作衣服的線材與飾品 以及特色的民族物品 跟香氣撲筆的美食 來到這裡 我們當然也要坐下來品嚐 白褲瑤族的傳統小區 想用地道的美味 感受熱鬧的續集氛圍 白褲瑤族人的淳朴 也讓我對於這個民族更加的好奇 小螃蟹說想要了解當地文化 他可以介紹一位當地友人 帶我們去見許這個神秘又奇特的少數民族 嗨 妳好美女 嗨 妳好 好久不見 妳們好 這就是我剛才說的美女 是 怎麼生活 我姓和 叫我和春 叫妳和春就行了 是不是 好啦 那待會就是由和春呢 來帶我們來參觀這個白褲瑤的寨子 對不對 好吧 好 進去嗎 走 很精彩喔 對 大哥 我很好奇 你這東西大概是怎麼樣敲的 可以教教我嗎 是這樣的 你敲以上一下子這樣 鼓邊 跟這個鼓邊是一樣的 像這樣 這樣 手夾又加了 這個繩子 所以這樣就穩了 對 好 那鼓邊要注意也對了 好 好 成功了 牛刀小虛了一下 看來我還是挺有天分的 讓我跟小螃蟹也來個同古和名 這個叫快一點嗎 不錯 我發現我們兩個目前還滿好的 要搞那麼快好不好 對啊 沒有 故意的 考考他的功力 對 怎麼樣 你覺得我們敲得怎麼樣 還可以啦 就初學者來說 其實節奏感也挺好的 兩個配合得挺好的 是 然後就有那個聲音出來了 好 還不錯 那其實我們來到這除了 就是我們剛剛聽到 覺得這個童鼓滿特別的 一種和名的方式來演奏 那另外我知道 就是白褲瑤 聽到他這個名字就知道 這白褲子嘛 我們知道你們的傳統服飾很特別 尤其剛剛看 這一旁的大哥 全部真的都穿這個白褲子 對 那可以帶我們到你的村寨裡面去 好好的繞一繞逛逛 好 可以 可以嗎 可以可以 好 那我們東西放一放 好 走 走吧 走 進到瑤寨裡 隨處可見 當地人穿著傳統服飾 他們的服裝很特別 尤其是女性 在服裝裡是不穿內衣的 主要是早期一手工作 一手要帶小孩 忙碌是方便哺乳所設計的 而隨著時代的變遷 現在女性 則會裡面多加件內衣 而每個白褲瑤女孩子 從小就必須學習如何製作服飾 從鴨棉去子樣樣都來 一針一線都不假他人之手 也讓我接續到他們深厚的文化底蕊 哇 來到白褲瑤竹呢 最主要我們要看他的傳統服飾 那傳統服飾呢 我們知道不僅他們現在還在穿 而且他們秉持著過去這種製作的方式 純手工的方式來製作 那我剛剛走進這個屋子呢 我看看 這個你看過對不對 對 製附嗎 對 但是這台機器我沒看過 現在他做的這道工序是鴨棉 就是把棉絮跟棉子脫離出來 它叫合金鏽 是瑤竹服飾聖級傳承人 哇 傳承人啊 回大姐妳好 所以最主要就是要把棉花的籽 跟棉花分離 先分離 這邊是種子 所以旁邊那一欄就是剛採收來的嘛 對不對 是 是 好 有味道嗎 沒什麼味道 沒有衣服的味道 對 還沒有衣服的味道 那這個大姐 這個會不會很難 我可以試試看嗎 可以 可以嗎 好好好 我來幫你們好了 你會不會啊 我跟你講我剛剛看到妳一個好位置 妳就這樣子在這個位置看 來來來 謝謝 試試看 所以呢就是一個要轉 然後一個要踩 這個是從這邊就要踩 這樣子往外轉 那另外一個是要往內 所以兩個 都是往內捲就對了 OK 好 我們試試看 小心喔 還好還好 找到頭應該很痛 小心一點 你有練過嗎 我們上手就會 開玩笑 剛剛看了一下就稍稍學了一下 偷學了一下 很熟悉的 有模有樣的 對 所以就是慢慢放進去 我看到有紙跑出來 好 就是我們知道這個是把棉花跟紙分開的這個過程 那接下來如果你說你要做衣服 接下來的過程是什麼 這是這個我們又拿來放紗 是 對 再來試試看 那接下來因為我看你們的衣服 這做出來衣服應該那個紗都是白色的 那白色之後你們是自己再去染嗎 是 所以還有一個染護的一個過程 是 太好了 所以今天呢你都可以堅持到 對 活著真的蠻好玩的 手腳並用 你要不要試試看 不要 你不要 是 你要剛剛一年才會走 可是說你會嗎 會啊 你會嘛 肯定會嘛對不對 對 你們有沒有規定說就是 女孩子一定要最幹這些活呢 然後才嫁得出去 基本上 白色的女孩子長大以後 母親都會教做這些吧 是 都會學做 你這樣做一套衣服 大概要花多久是不是 對 做傳統的衣服 對 為什麼啊 這我們也在衣服吧 就是可能一套我們也靠一年時間來 一年時間 哇 因為我們從 壓棉 然後我們就縫紗 縫紗 因為我們就煮那個紗 然後就浆 嗯 這樣的話我們就 哇 就重新繳紗 白褲瑤族的衣服做工繁複 從種植開始 要經過採收 曬棉 壓棉 舉棉條 紡紗 繞紗 繞紗等等的繁複工序後 才能開始織布 製成一匹布後 再使用粘膏來繪圖打底 將自己所想的圖案 直接畫在布上 才能織出美麗的圖騰 難得有這樣的機會 我當然也要挑戰一下 展現出我的藝文氣息 畫出令人驚艷的圖騰 感覺這個椅子有點低喔 就跟你說屁股很小對不對 你要高增 可以啊這樣可以這樣可以 我們做任何事情都可以 行動 哇 太濃了 太濃了 暈開來了 好決定要重來 唉呦 不要嘆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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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壓力很大 似乎的時候就唉呦 對啊講說不要浪費我的布了 你用的一鏡子 用這個這樣換 然後那個直線在順著你 先把那個 畫歪了 畫歪掉了 你看一下 你就拿著這個緊緊的腳來畫 那樣的話它比較好畫一點 我還是在一旁學習就好 以免毀了大姐的作品 看著大姐使用畫道 沾上沾高 就能夠輕鬆自在 匯出美麗圖騰 真的是需要高深的技巧 白褲瑶族的圖騰 多為方形五彩文序 主要是為了紀念古代軍王 蕭勇善戰的搖望印 我很好奇 沾高到底長什麼樣子 能夠附著在畫刀上 匯出圖騰 而衣服清洗過後 卻不殘留 接下來請河春帶我去找尋吧 小心地上的想念針喔 好 有小刺刺喔 唉唷 小刺刺 大姐已經開始動作起來了 所以她現在這個動作 就是踩那個樹高嘛對不對 對對對 取得髒高 像一般我們看那個踩這個 就是樹脂的部分 它是割幾刀 然後等它留下來之後 再取它留下來的部分 但是我看它是弄現成的是不是 就之前先已經紮過洞了 它流出來等它乾了之後再來取 就是說在每年的那個農曆 四月份就開始來找這個洞 然後過一個月這樣 差不多一個月這樣就可以 它就分泌出這個膏了 就可以過來取了 喔 是 要等一個月的時間 對 差不多 將近一個月這樣 彩松子 是一樣的 讓那個樹本身也可以恢復嘛 對不對 那通常你們怎麼知道說 這樹的哪個部分有樹脂 還是隨便畫都有 只要找有這個坑 這個膏就出來了 啊 膏就出來了 對 找坑就是 將近一個月這樣 然後它就可以來採這個膏了 採回去以後 它還用這個清水來洗乾淨 就是去掉這個樹皮啊 這些雜質之類的 然後它再熬煉 熬煉 對 加上這個牛油熬煉以後 要過濾 過濾出的那個字 才可以用來畫那個圖案的 哇 好啊 那 試試看 對 會黏手嗎 黏 就沾上頭髮就不得了了 沾上頭髮就不得了了 因為頭髮要剪掉了 不要不要不要 好 那我可以試試看嗎 可以可以 可以嗎 借我試試看 來 那這個先還你 這放水裡就可以了 所以弄這個手要沾濕對不對 對 你要沾濕了 才不會黏弱對不對 那大概是哪個部分 就是要找它乾掉的部分 這是乾的還是濕的 這就是嘛 對不對 都可以取 只要它流出來的時候都可以取 好 來 這邊 看到這個 小心沾手啊 有啊 如果要沾手 你就要吐一點口水放 拿頭髮邊啊 沾膏需依照沾膏樹的特性做採收 真的是耗時又費力得來不易啊 這一次來到白褲窑大本儀 真的是讓我大開眼界 無論是生活 服飾 圖騰 都可以感受獨特與質樸的民族特性 也希望他們能夠將這樣的文化保留 並傳承 哇 哇 真的是走到哪都是好山好水 這環境非常舒適 對啊 很舒服 會不會讓人有想要住在這裡的感覺 嗯 是 在我背後呢 可以看到有一條河 這是盤洋河 那我們來到這地方呢 是巴馬 這回來到巴馬 我們要尋找一處秘境 什麼樣的秘境呢 說到過去古代的君王呢 終其一生可能都在做同樣的見識 就是尋找長生不老藥 說到現代人 他們呢 種養生 希望就是可以延年益壽 而在巴馬這裡呢 傳說中呢 這裡有長壽之鄉啊 聽說長壽之鄉裡面呢 這住了很多位百歲老人 那當然來到這呢 希望有機會 在不打擾他們的狀況之下呢 來究竟啊 去認識他們 去跟他們接觸 另外呢 當然 我們就要來探索長壽的秘密 我們請小螃蟹在這裡拍攝美景 而我往長壽村邁進 長壽巨鄉位於巴馬瑤族自聚縣 當地的空氣負離子含量高 水的礦物局豐富 有純天然的小分子團 提升了巴馬人的平均壽命 原本想拜訪村內最年長的 119歲的黃爺爺 但他正在休息 所以我們也就不打擾了 奶奶妳好 黃奶奶妳好 祝妳葫蘆東海 壽比南山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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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開心啊 就是在我身旁的這位呢 是黃奶奶 那今年已經112歲了 這趟來到長壽巷這邊 然後當然就是要拜訪當地的老人家 那尤其呢 哇 看老奶奶今天呢 這看起來精神還不錯嘛 對不對 身體還很健康 很好 所以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開心 那當然啦 來到長壽巷別忘了 就是來拜訪一下這個黃奶奶 地上一個小小的紅包 給予深深的祝福 奶奶 謝謝妳 謝謝 不用客 謝謝 好 謝謝妳 再祝妳長命200歲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這裡的長壽老人雖然年過百歲 但心還是很年輕 我們帶著滿心的祝福去拜訪奶奶 而奶奶也給予我們支持 真的是非常的窩心 下次如果有機會來到這裡 記得要親身寄予 溫柔的對待長輩喔 走在長壽巷鄉裡 沿路都居住著百歲老人 我們現在再去拜訪另一位 也是112歲的老奶奶 奶奶妳好 美好 不好意思 祝您福如東海 瘦比南山 謝謝妳 謝謝 你要享受跟我一樣的 是 在我面前這位呢 是黃奶奶今年也是112歲了 那很開心啊 這一次呢 就是來造訪這些老人家 那每次看到這老人家 內心就會想起我自己的長輩啊 像是過去的奶奶外婆之類的 格外的親切 人家說啊 就家有一老 如有一寶 那今天來拜訪真的是很開心 而且看看奶奶呢 哇 身體挺硬朗的 奶奶 這個 妳每天早上大概都幾點起床 我聽不懂 聽不懂 这个村里面它有一个习俗很特别 就是他们会在这房子里面摆一样东西 然后可以达到这种延年益寿的祝福 不知道这房子里面看得到看不到 你哪个想干的什么东西 其实本来想要卖个棺子的 就是我们知道这里有个习俗会在家里面摆棺材 这个我们家都有 因为老人家六十岁以上 我们当地的民族 就是为老人家出售整理了棺材 那可以带我们去看一看 可以 好 那我们去看一看 很难谢谢 谢谢 祝您长命两百岁 终于小了 终于两百岁了 谢谢 好 水大哥 再连后面 这塞是里面 好 这边要打开吗 可以 其实刚看到这口 我棺材在心里面还是颤了一下 OK 所以大哥 你们最主要摆这棺材是几岁要开始摆 我们是老奶奶是六十岁开始 我们所谓死产的被她的孝宣 要赶紧做了 第一副已经烂了 所以结果是第二副的 这是第二副 所以六十岁开始 所以算现在她已经过了五十年 然后五十年当然这棺材木头做的嘛 木头做的 木头做的 再重新打造一口新的棺材 最主要就是代表就是 延年益寿嘛 可以这个打开看一下嘛 可以 哇 这木头挺沉的 这材质不错 而且一掀开呢 就木头的伤尾就扑鼻而来 或许观众朋友跟我一样 刚看到这口棺材的时候呢 难免会吓了一跳 但是啊 为什么会吓一跳 因为我们就是会想到 这个实际的用途是什么嘛 但是其实在中国有很多的民族 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习俗 在家里头摆一口棺材 有的是祈求啊 升官发财 另外呢 当然 另一个作用就是 希望可以达到 延年益寿的祝福 其实我觉得这样想呢 是挺不错的 就是呢 换个角度想 然后呢 给予这样东西一个正面的意义 这样就能百无禁忌 好啦 希望这个老奶奶以后 再多换几幅棺材 还要 越活越久 是 好 谢谢 嘿 螃蟹哥 回来了 你还在啊 对啊 我刚刚进去大概兜了 大概三个小时 让你久等了 不好意思 你怎样 拍得怎么样 我在用手机拍缩时摄影 现在很流行哦 哇 这画面真的是很漂亮 你看到蓝天 而且云动得很快 我跟你说 这个缩时就是要有蓝天拍起来才有感觉 对 好啦 跟你分享一下 我刚刚其实进去有拜访到两位 这个百岁老人家 找到了吗 有找到 然后我觉得老人家还不错 就是过程呢 都蛮开心的 而且看他们这身体挺健朗的 分享感受的同时 当然没忘记在长寿香的任务 所以呢 像婆婆平常喜欢吃什么 买平常买咖啥嘛 买咖啥嘛 买咖啥咖啥 只要是香麻油 嗯 主要就是香麻油 当地有位老人家他也跟我说 他说呢 在这边有一个什么香麻油 他们常吃的 你知道香麻油是什么吗 香麻油 对 香麻油有两种 有一种就是叫香麻油 是 但是在巴马的香麻油 可能是另外一种香麻油 其实它不是一种东西 就是它是三样巴马美食的 统称 统称叫香麻油 它是三个字 知道去哪边找得到吗 呃 就在香煎啊 好 太好了 我们赶紧出发寻找传说中的 长寿三宝吧 所以你带我来这边是香麻油的哪一样 没有闻到香味吗 这味道呢 其实常闻到 来到这呢 闻一闻大概知道是什么东西了 只是这味道非常浓郁啦 花一点点时间才能习惯 对 对 好 我们去看看究竟 它是什么香 我们到前面呢 去看一看究竟所谓的香是什么 哇 我看到了 好可爱哦 小猪仔 所以所谓的香就是香猪 对啦 是啊 香猪 啊 而且我看到前面那个还有更小只的 小只的 这个是什么 红薯 红薯的糖 不知道 就是用这个来喂猪 真的 哎 他怕你 你要学猪教 对 来咯来咯 小猪小猪 你多大了 害怕我 害怕 被你吓跑了 被你吓跑了 互动了 其实我觉得这小猪仔真的是很可爱 当然就是拿食物去引诱它 一开始它还是会保持那么一点点戒心 但是呢慢慢的慢慢的经不起食物的诱惑 就走过来 巴马瑶族自治县又有中国香猪之乡的美誉 这里的香猪体型矮小短圆 主要以放养为主 环境适应能力以及抗病能力较强 而且猪肉富含氨基酸和微量元素 对于美容保健有良好效果 现在呢进到这猪圈里面呢 想说跟这些小动物们来一点互动 这小猪仔真的是太可爱了 而且呢 你会发觉它们相助的一个特点 就是呢 屁股跟头的部分都是黑色的 别看我现在好像跟它们处得很好 其实刚刚啊 这之前花了好长一段时间 拿食物啊来喂食它们 它才会对你稍稍放心 来小猪猪来 来再给你吃 来 多吃一点 咱长得白白胖胖的 然后我也发觉 它们吃这个叶子 它们不吃叶 它们主要是吃这中间的根筋的部分 可能是因为这水分比较多 手要靠过去它就赶紧推几步 相猪还真是活力百倍 告别相猪们 接下来还有其他粮宝在等着我们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香麻油里的麻 这是麻 叫火麻 火麻的种子 是一种植物就对了 是一种植物 所以你说是火麻 那是把它做成什么 做成油吗 它可以磨成粉 就是火麻粉 你看 阿姨已经讲了 大家好 可以拿来炸成油 就是火麻油 OK 打成油 是 所以它这个好像是对身体还不错 对 真的很好 放油 放那个粉 而且还没有加油 就是直接放这个当作油来使用 那有油 是 不用放油 就放盐就可以了 好 OK 其他都不用放 放了 要变快去 对啊 要跟大姐取经 是 所以香麻油的部分 咱们找到这个麻 对 最后的油 则是这道鱿鱼 八麻美食 香 麻 油 分别为香猪 火麻 鱿鱼 这三宝 现在就跟着我来一趟美食饗宴吧 这个是池名中外的八麻香猪 然后这个是用炭火来烤的 口感如何 鱿鱼皮好脆哦 很脆 然后呢 它瘦肉跟那个肥肉比呢 是等比的 咬起来不腻 嗯哼 鲜甜味 然后呢 吃过八麻香猪以后呢 还可以尝一下我们的火麻 火麻 这种火麻是直接喝嘛 对 它当汤喝 对 存一碗 火麻是一种植物嘛 对 火麻是一种植物 对 因为我知道说 它这个油脂是比较特别一点的 对 因为它可以溶于水 溶于水呢 帮助这个健康 帮助吸收 所以对身体严严益瘦是挺好的 对 这味道口感还不错 清淡 然后它加了一些些的青菜 这里的石墨是我们这边天然生产的那个石灰盐的石头来做的 对 然后呢 用石墨来磨的火麻 然后它里面还会带有石头里面的天然的矿木质 矿木质 对 所以这样呢 它这个才是火麻的最佳的做法 哦 就你不仅吃它本身的这些营养成分 没错 吃了一点点 矿木质进去 对 没错 好啦 那最后一个部分 就是 这油的部分 我们叫这鱼叫鱿鱼 对 那它鱿鱼特别在哪里 盘阳河是我们巴马的母亲河 是 然后呢 在盘阳河里呢 生长着一种很特别的鱼 就是这个鱿鱼 嗯 鱿鱼特别在哪呢 因为它下锅煎的时候是不需要放油的 哦 对 是因为我们知道说一般鱼一定要放油 对放油来煎 不然它可能就会调电 就是黏在那个锅子上 对 嗯 所以它本身就越煎 它的油就会释放出来 对 哦 是 尝尝看 尝一口很香 嗯 你发觉它的肉 肉吃不错 鲜甜 整个身体是非常饱满的 嗯 对 肉量是够的 对 还不错 好啦 我们知道说啊 这就是他们一年一秀的这个关键的一部分 那当然啦 来到这一定要好好的来品尝品尝 嗯 多吃 多健康 这巴马三宝都是使用最原始的烹饪方式 不加入多余的调味料 做出最健康养生的美食 品尝完长寿三宝后 精神百倍的我们 马上驱车前往下一处秘境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古龙山 那这个地方很特别 我们要来看 对 漂流 对 我们来漂流 而且我们是要漂流 然后看 三峡三洞 而且它是洞里面漂流 是 哇 听起来就很刺激 但是呢 要到这个河道之前啊 我们必须先经过一段诺克里滑道 诺克里滑道 它长度是660公尺 我们可以知道这滑道真的是挺长的 那所以呢 还有一些啊 这房屋措施得穿 没事 你可以不穿 如果你不怕 磨屁股很痛的话 肯定会痛 所以你来到这边 千万不要怕麻烦 该做好的房屋措施还是得做 这样才不会受伤 有种全副服装的感觉 对 好啦 那咱们开始吧 诶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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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呢 就换我啦 走这个滑道 这样可以吗 伸直这样子 OK 等一下 我想扫了什么东西 我扫了一个 我扫了一个手套 先帮忙地一下 谢谢 不好意思 错误示范 总觉得手空空的 好啦 走啦 咱们 下面见了 OK 走 哇 挺好玩的 哇 果然屁股会热热的 哇 哇 这很吸啊 好快哦 安全落地 赛导也来了 哇 真的是很好玩 很刺激 还有一段呢 是非常抖 那是真的很好玩 甚至呢 刚刚有地方转弯啊 一度还停在那边 自己要用脚路过去 很好玩啊 不过呢 接下来重头戏 还在前面 就是我们要进行 我们的漂流 古龙山峡谷 有山水寺桂林 气候甚昆明的称号 由此可见 它的环境优美 主要是由一个山脉 三个峡谷所组成 有三峡三洞的器官 被称为中国最大 原生态洞穴峡谷群 其中徒步及漂流河段 全长有6.8公里 漂流时速度忽急忽缓 忽明忽暗 仿佛穿越时空隧道 最精彩的部分就在后面 就是要进那个溶洞 我很期待 不过呢 我也很享受现在这个阶段 因为你偶尔可以 破坏别人水 哈哈哈哈 前面有济流 对对对对 现在辛苦了 转来转去很难拍 我们知道 好了好了 在前面就在前面 抓紧了 小心后面 小心后面 好 今天在古龙河上面漂流啊 我觉得也蛮好玩的 目前的感觉都挺舒适的 其实它这个水并不是非常的湍急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过程 让人忍不住啊 这脑袋放空 很舒服的 这水呢 非常清 而且非常的凉 好了 进入第一个洞到了 其实呢 其实呢 这边会穿啊就是三峡三洞 那三峡就是古老峡 还有星陵峡 新桥峡 那我们现在已经来到 第一个洞了 迎宾洞 哇 很特殊的体验 第一次漂流 进到洞里头 你可以看到这旁边 都是中乳石 好 那进到洞里面 很明显的发觉 它也是一个活的中乳石洞 因为上面呢 还不断的渗水 好 很好玩 这不时呢 会被这水滴啊 给打到 迎宾洞长180公尺 在洞穴里 没有架设任何的灯光 主要是为了保持洞内的 原生景观 星陵峡之后 则是进到第二个洞 百福洞 全长350公尺 在这个溶洞里 居住着成千上万只蝙蝠 蝙蝠对壮族来说 是吉祥与福气的意思 上船后 船夫们还要背上橡胶船 徒步去下一个洞口 而这么特别的体验 我当然也要来挑战看看 好 可以 哇 原来就是这样抬啊 很重啊 还行 还行 因为其实它是用这个 把整个船的重量 弄在背上 还不错啊 走 前进 背着船走真的 不是一件轻松的剧 在这里除了搭船欣赏 溶洞外 还可以在峡谷中步行 欣赏沿途景剧 感受大自然的洗礼 哇 很漂亮 很壮观的瀑布 眼前的瀑布 就是新潮瀑布 其实刚出了百福洞之后 就进到了新潮峡谷区 而且呢 你有没有看到上面还有个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 听说高速公路 它可以看到整个山峡的美景 最美丽的 被称为是最美丽的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 刚刚抬那个船真的还挺累的 你有抬到 超过一截 你看我这么热吗 抬了才热好不好 然后呢 这船夫很怕 不知道是怕我受伤 还是怕船被我弄到山下 赶紧来接手 算是蛮贴心的 你很厉害 接下来 重头袭来了 咱们呢 就要进到最精彩的部分 就是哪里呢 水煉洞 有多精彩呢 不知道没去过 只知道很精彩 一路碰头 真的吗 OK 大家也就是小心碰头 互相提醒一下 OK 很漂亮 但是我们要出发了 走 我们现在已经进到了水煉洞 那它也是整个古龙山景区 最精华的地方 其实进到这种中乳石洞 或者是这些溶洞 你会觉得充满了水密感 你可以看到这旁边 还有这个水渗出来 因为其实呢 现在我们所航行的部分 是一条地下暗壳 但是在这岩石的上层 它还有一个地下暗壳 所以它的水 就会从这石头缝里面 不断地伸出来 所以就看到这种很像 这洞内也有瀑布的 这样一个奇景 这水真的是超大的 摸不到摸不到 两个出水孔 特别壮观 很漂亮 水煉洞全长有680公尺 水从石损石柱流出 形成金龙土域 鲤鱼喷玉等等的特殊景色 千字百胎的熔岩 让人回味无穷 而исale 而泉位于靖西线 新靖镇里 四面环山是著名的 靖西八景之一 与云南蝴蝶泉 桂平西山乳泉 并称中国西南三大名泉 而泉的水从地下 30公尺涌出 四季不和清澈透亮 被古代皇帝赐鸣林犬挽照 可见这里引人入圣 让人不禁多驻足停留 好 我撒了 哇 动起来 动起来 天哪 这里面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 然后呢 你丢在某一个方向 鱼群全部瞬间就聚集了过来 再丢一次 大鱼来咯 大鱼 大鲰鱼了吗 有 我看到 中间那个区块都是大鱼 然后外面区块是小鱼 尤其当你这样丢下去的时候 鱼群呢 全部跃上来 然后呢 这水面上就会泛起很多的这个浪 很特殊的景观 鹅群有个传说 羊婆婆某天捡到两颗鹅蛋 细心饲养 两只鹅为了报答养育之恩 造了口清泉 让这里的人免受缺水之苦 之后每逢三月三日都要祭泉 将大米洒入泉中 群鱼跳出水面觅食 又有儿泉月里三层浪之美誉 看到我们这种拍法真的是蛮有趣的 小螃蟹拿Gopro在水里面拍这个鱼 然后我们用这个饲料来引鱼过去聚集 那相信应该是拍到还不错的画面 拍着拍着 只有鸭子看到有吃的 它们也过来了 所以还是喂点鸭子好了 来 吃一点吃一点 不过说真的是蛮羡慕小螃蟹可以泡在水里面 相信一定是非常舒服 尤其这水真的是好清澈 这地方不要看它这样子 其实它很深 小螃蟹 这里可不能下水哦 我们与馆方沟通经过同意后 请有潜水执照的小螃蟹 深入水中拍摄美丽的水底风光 这里有丰富的水资源 也孕育出许多产物 像是鹅 鹅泉螺 泉草等 都是这里的一大特色 来到这 当然不能错过这里的特色美味 哇 看起来真的是食指踏动 所以我们手指动不停 不断地玩这个转盘 其实我想吃了一句 是 好 这个蛋 这是用鹅泉的水草来做的 OK 用煎的 而且刚刚这个水草是取自于这坛里面的水草吗 对 你负责说我负责吃好了 那真的好饿 那就是淡淡的香味 那和在这个煎蛋里面 你就觉得它可以解腻 所以咬起来这口感特别的爽口 感觉还不错 重点 重点的重点的重点 这叫做焖鹅 对 刚刚看了它的做法其实有点复杂 它工序蛮繁复的 一开始呢 先水煮过 煮过之后呢 它还要过个油炸过 然后呢 要爆香 然后和在这个炒料 一不断地炒炒炒炒炒 之后再拿去焖 焖鹅 来到鹅泉要吃鹅肉 嗯 好 外酥里嫩 因为它比价过 爆香爆得非常的好 所以刚刚一上桌 第一个闻到就是味道 非常的香 所以都是很基本的配料 因为很好的食材 它不需要放太多的配料 最主要就是它鹅肉本身的鲜甜味道 那不错 真的是挺好吃的 这道全螺炒酸笋 是使用辣椒 姜片爆香 拌入酸笋 大火快炒之后 再加入九层它等提味 还没上桌就已经香气四溢 螺吃起来Q弹有嚼劲 真是美味 一道道的佳肴陆续上桌 大家也都吃得津津有味 吃饱喝足后 小螃蟹说这里有一个警句 带我去瞧瞧 小螃蟹 怎么样 小螃蟹 缩时拍得如何 对 正在 还在拍啊 哇 这方圆两公里的范围内 这景致肯定是最精华的 来到这你可以看到壮阔的山景 你可以感受到淳朴的田园风光 另外你还可以看到的是 秀丽的小桥流水 每一步映入眼帘的 都是视觉上的饗宴 如果说这鹅泉 能不能称上是一处秘境 那肯定是当之无愧 是一步才能摆入的地方 是一步才能摆入的地方 可以看到今天